变成有所得 有所得容易苦味 那你应该要转 道场的功能本来就具足的 具足的这一切的功能是我们 云以感恩之心 所以《维某节经》才教我们 菩萨因有众生为本 故有菩萨 离于众生无菩萨道可言 道理一样 若无此道场 我也无法成就功德 我也无法成就菩萨道 感恩众生 所以《维某节经》是说 因有众生故有菩萨道 离于众生皆无菩萨道 所以一切众生给了我们众多的考验 我们反而要感恩 才叫做空 无相无愿 无相无愿 到底是这样来的呢 不然观世音菩萨 诸大菩萨 他们与一切道场怎么用功 不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见 寻生救苦呢 佛与佛与一因众生随类各得己 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个空 恶取空的执着 你也真的做了很多事 你做了很多事的因缘 你要知道从我这个世大无印无异法可得 我用于如幻如画的我成就如幻如画的佛事 但却可以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法诗文 这要再继续诗文 余切法本来当体极空 不是因为你修成了一个空法 一个空的境界 然后再把这个空丢过去 它就变成空 不是的 它本来就空 就像我们这个世神 你不管你多么照顾它 它有一天也会坏给你看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了 你用尽所有一切的力量因缘 要保住你这个生命不可能 永明云说禅师讲过一句话 重来你是大阿罗汉 你也必须接受死亡的吞噬 可是同样是死亡 你可以是自在的死亡 你可以是很有尊严的 而不是理理大人的 留下骂名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上午就谈到十一点 我们今天上午就谈到十一点 越理此功德 越理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终生 我等于终生 皆共臣佛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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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番、结缘品 大家好,我是疾管署防疫师陈婉欣 防疫期间为了您的健康 请持续配合各项防疫措施 如果您是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民众 请留在家中或隔离检疫场所 不可随意外出并留意自身健康状况 若您在隔离检疫期间出现发烧 受胃节育肠、腹泻、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 请佩戴口罩 联系卫生局或1922病医指示就医 不可自行搭书大众运输 如果您有洗牙、健检等非紧急医疗需求 请先暂缓延后 待隔离检疫期满再安排 感谢由您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守护全民健康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这个单元在继续介绍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里面的第四十餐 世家瞿婆女 那在这位善知事 还没有开始之前 因为善才童子他在寻访这位善知事的时候 他是来到的加比罗城 那么在这个城里有一个菩萨集会普现法界光明讲堂 那在这里就有一位无忧德神 这位无忧德神看到善才童子就非常的赞叹欢喜 他看到善才童子的种种的这种功德 他种种的修行 他种种的这种菩萨的这种愿力 所以他可以说 好像看到善才童子的种种的境界 所以他乃至可以遇见善才童子 就要挣到像佛一样的这种智慧 诸相 庄严 美妙 所以他在赞叹善才童子的这样的内容里面 也让我们看到善才童子他的菩萨境界 已经是非常的深妙 非常的深 非常的妙 所以他赞叹的最究竟的 也可以说他赞叹善才童子 不久当入诸佛如来甚深解脱 那这个是我们上一个单元介绍到这里 就等于是说 他遇知善才童子 他现在已经是大菩萨了 也等于就要快成佛了 所以才能够入诸佛如来甚深解脱 那我们这个单元 就要从这里再继续介绍 那我们先称佛号跟赞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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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所以下面他无忧得神 那么他赞叹善才童子 有这么大的这种菩萨功德力 也就要入诸佛如来甚深解脱了 那么他下面他就反问一句 他说何以故 为什么他可以赞叹善才童子 这么多的这种修行功德境界 他说见善知事亲近共阳 听受其教 意念修行不屑不退 无忧无悔 无有障碍 磨及磨明 不能为难 不久当成 无上果固 所以这个部分 就等于是 这位 无忧得神 他就是还要再强调 所以他自己问一个说何以故 然后他再解释 就等于是自问自答 所以他这样子的问 实际上是要让听闻者 更加的了解其中的这种 微妙的地方 那就是说 为什么善才童子 可以得到这一些的这种 菩萨 功德力 就快要入佛的境界呢 所以 他的这个何以故 应该是属于说 为什么善才童子 今天可以正到这样的境界 是这样 那他就说 因为善才童子 他亲自去亲近善知识 供养善知识 是这样 所以要到善知识的身边去亲近供养 那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他的身边 我们才能够感受一个善知识 他的氛围 他的这种 这种教化 然后还要去供养 那这种供养呢 当然我们在经文里面 看到善才童子的 供养呢 是非常的恭敬 然后呢 非常的受教 然后呢 能够很谦虚的请问 然后呢 就是在思维学习 对不对 所以这个供养呢 本身就等于是说 我们的心是很恭敬 要来学习的 要来请教服 这个善知识的教导 这样的供养 能够虚心受教 不是我们现在说 供养就是包个红包啊 就叫做供养 不是只有物质性的 而是我们的心 真正对善知识 起恭敬心 看到善知识的这种 他们的德 他们的修行 是要这样的 那种的心呢 才是真正的供养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 就是这个 应该是属于 这个 是 是要王菩萨品 要王菩萨本事品 要王菩萨本事品 第二十五品 要王菩萨呢 他说 是真精进 是真供养 是真精进 是真如法供养 是这样 他说 如果我们 真的能够 如佛所教导的 如法去修行 那这个是真供养 这个供养就等于是 我们的心的尊重 然后我们心对佛 对法的尊重 然后能够真正的 如法去修行 就是供养 所以如果说 我们见到佛 我们说 哎呀 我们真的是供养 就是说 真的是佛教导的 我们都有在修行 那佛也就一看 就看到了 这个是有修行的 有真的是在受教 真的供养 所以我们起恭敬心 然后呢 对法也能够如法 来修行 那这个是真的是供养 所以在这里呢 能够 以这位 就是无忧得神 他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善财童子为什么 他可以正到这样 也就是善财童子呢 他到每一位善知识的地方呢 他真正的谦虚 请问 受教 清净 然后呢 如法修行 叫他的真供养 所以听受其教 就是听每一位的善知识的教导 每一位善知识都教导 善财童子 他的本修法门 他的真正的解脱法门 每一位善知识都有 他自己独特的这个法门 然后呢 他能够意念修行 所以都是心心念念在这个法上面 如法修行 不屑不退 非常的精进 没有退转 无忧无悔 也没有忧伤 没有这个后悔 就是心里呢 没有反复无常的这一些的这种变化 就是一心一意要向法 是这样 所以无有障碍 所以他一个人 自己这样子 一位一位善知识的参学 他外面没有障碍 里面心里也没有自己的这一些又被苦恼的障碍 所以说磨及磨民不能为难 我们说的磨 有外磨有内磨 内磨就是我们自己的贪生之烦恼 所以有的人呢 他文法了 然后能够清净善知识 可是呢 他也会退转 因为他自己想东想西 他想到 哎呀我这样不行 哎呀那我应该要做什么 哎呀那我应该去哪里才比较好 就心里想很多 我自己想就离开了 那外磨呢 就是我们碰到的这一些的障碍啊 不管人家讲的话啊 或是碰到什么事情啊 那我们就讲 哎呀这个事情啊 我没办法面对啊 所以呢他要换个环境 那我们知道这个世间啊 去到哪里都有问题 没有一个地方没问题 这叫做世间啊 如果是有地方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极乐世界 那就是没有问题的 这世间就是苦乐都有 那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一定会有让我们烦恼的 那还有的人 跟我们是 冤金在主 他特别要来阻止我们的 那还有这个世间 还有魔王 因为他就是要有他的子民 所以他也不愿意有人去修行 尤其是要觉悟的 哇 要成佛的 那就是脱离这个魔掌 所以他就是百般要为难 障碍 障碍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学佛要有智慧呢 我们也是要从这个里面看得到 碰到的这些的困难 我们怎么样子去安定我们的心 然后呢 我们培养这个力量 能够不受这一些的困难的这种障碍 阻止我们学佛之间 那所以呢 善才童子就是这个样子 他是大精进的修行者 所以呢 他有这一些的这种 非常为世间所没有的这种勇猛精进力 所以不久当成无上果固 是这样 所以后面的这一段呢 就是表示善才童子的特殊的求法的这种 勇猛精进力 那他能够清净诸位善知识受教 然后呢 如法修行 是这样 那下面呢 就善才童子回答了 就是等于是前面的无忧德神呢 他赞叹善才童子这么多啊 等于是一位 这个大长者 看到这个非常聪明而且努力用功的修行人 他能够就是没有这种掩埋的 就是完全呢 就是赞叹出来 他没有保留的赞叹 这是无忧德神 所以他也是会赞叹 所以我们要学习 我们看到人呢 赞叹我们要赞叹真的 赞叹人家的真正的好处 我们要看得到 还要会赞叹 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 上才童子听到这位无忧德神 这么多的赞叹的话 他怎么回答呢 我们要知道 一个会赞叹 一个也要会回答 我们的话 没有啦 没有啦 我没有这么好 不好意思啦 我们大概平常都是这样讲 对不对 你看赞叹童子要怎么说呢 他说圣者 这位无忧德神 也是一位圣者 也是有修行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神啊 他也是善神 那他也们也都是在修行 只是每一位呢 他们所守的这个世间的 这种岗位不一样 所以他就跟这位无忧德神说 圣者啊 如相所说 如相呢 就是你刚刚 你刚刚所说的啦 那怎么样呢 愿我接得 我也希望我都能够得到这样子 是吧 他多好耶 所以人家说 哎呀你好有智慧 哎呀谢谢 我也希望我有智慧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一个会赞叹 一个会回答 是吧 所以这个就有智慧 所以在世间法里面 我们要学习 真正能够 说应该说的话 说适当的话 是这样 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 做适当的事情 那这样子呢 有威仪又得体 又卢法 是这样 不是很好吗 那就是智慧啦 经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 就是在这个维系的地方 所以称才童子呢 他回答 说愿我接得啊 你说我要 就要快到 以实力志啊 来光明我的心啊 我能够由诸世间度化众生啊 我不久都要得到普见四三世一切诸佛啊 听诸佛说法啦 也当入诸佛如来甚深解脱啦 那这些呢 我也希望我真的都能够得到 愿我接得啊 所以很老实啊 也没有夸张 真的是这样啊 因为他所求就是这样啊 非常的得体啊 所以呢 他又告诉 毋忧得神 说圣者 我愿一切众生 习诸热乱 所以这个时候呢 智慧同志就表白 他为什么要 这样子的参方 求访啊 那他 主要的就是 他的愿望呢 他发的愿 就是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去除 诸热恼 离诸恶业 热恼是我们心里的这些贪嗔之烦恼 真的有贪嗔之烦恼 我们的心里啊 永远都是在忧悲苦恼 我们心里不安 他是热恼 就好像心里呢 就是一把火这样 在那里呢 哇 就不安 然后躁动 然后就是 非常冲动的要去做什么事情 这样 就是热恼 心里 没有办法安定 所以呢 善才同志呢 他跟 无忧得神 他说 我愿望一切众生呢 都能够 习 就是消灭 诸热恼 离诸恶业 就是没有热恼呢 他们的身口一三叶呢 就不会做错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恶业啦 这个恶业呢 就是不好的行为 这个业 就是行为 我们有任何的举动 也叫做业 那我们众生的业呢 就是从身体 我们的身体 手啦脚啦 对不对 这个眼色 脸色也是啊 有的人骂人呢 这还没有用口骂耶 脸色一摆出来 你就知道他在骂我 这是 对不对 哎呀 他的脸色真难看 好凶喔 还没讲话耶 你就知道他在 他在不高兴 所以呢 这个 就是恶业呢 从我们的身 还有口 还有这个意 身口意 就是我们的心念 是这样 所造出来的 那就是 他的核心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起恶念的时候 那么我们呢 身体显现出来的 深夜 然后口讲出来的是 口验 那心里造作的这些的恶念 是意业 是这样啊 所以呢 这才同时啊 他就是愿呢 就是希望众生呢 都能够消除猪热脑 还要呢 离开这一些 身口意三叶的恶业 那积极的呢 要能够生诸安乐 就是生安乐 心安乐 就是生呢 不会造这一些恶业啊 那身体呢 就不会有不好的 这一些的这种火爆 那就会怎么样 少病少脑 就比较少生病 我一个人很容易生病 这个生气的话 这身体也常常有问题 那里痛 那里痛 是这样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喜欢 骂人啊 那有这样的这种过程 就常常身体也会不舒服 那心安乐 心呢 就没有这些的这种躁动啊 所以能够修诸进行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行为啊 就是都是清静的 那乃至能够利益众生的行为 是这样 然后他又告诉这个无忧德神啊 说圣者一切众生起诸烦恼 造诸恶业 堕诸恶趣 落身落心 横受处毒 菩萨建议 心生悠恼 这里呢 他就讲出他的这种心 这个感受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让众生 能够消除热恼 离诸恶业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看到一切众生 如果有诸烦恼的话 那么他们造恶业 就会堕到恶趣 所以他看到众生 现在所做的恶 就会受到的恶报 而受到身或心的这种处毒 就是苦毒啦 受苦 受毒 就是受到这种恶趣的这种苦 跟这种毒 那这个时候呢 菩萨建议心生悠恼 就是菩萨呢 看到众生 因为造恶业而受到恶报的时候呢 他的心啊 就起悠恼 所以菩萨呢 是怎么样 不是自己的贪嗔之烦恼而忧恼 而是众生的苦而生忧恼 是这样啊 所以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众生跟菩萨的差别 众生呢 是自己不愿意苦 可是呢 看到别人苦可能会生欢喜心 哦 你看他受到恶报了 他心里好像啊 就是有这样子的 颠倒的这种想法 那菩萨就不是了 菩萨他就 看不得众生的苦 他不忍众生苦 所以一切的众生啊 有苦的时候 他的心也苦 所以呢 他告诉无忧得神说 圣者啊 这样子的菩萨的心啊 不忍众生受苦呢 就好像是什么 所以用辟如辟欲 辟欲就是用比较的 比拟的一个事件来说明他刚刚说的道理 他用什么来做辟欲呢 他说 好像有人啊 好像有一个人 他唯有一子 只有一个孩子 现在都是只有一个孩子 一子化 他只有一子 那如果只有一子的话呢 当然是最宝贝的啦 那他怎么样 爱念情志啊 所以他对这个孩子呢 特别的宠爱 特别的想念 而且呢 他把他自己的感情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 叫做爱念情志 情志的意思说 他的感情都放在这个身上 这个孩子身上 就志在这个孩子身上 结果呢 忽见被人割结肢体 结果呢 他这个最宠爱的宝贝的一个毒子啊 结果呢 他这样子的宠爱啊 结果呢 忽然呢 有一天啊 被人家割结肢体啊 被人家砍了一个手啊 或是砍了一个脚啊 伤到了他的这个身体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啊 他会不会很心痛啊 当然啦 其心痛切 不能治安 所以 他的孩子受伤啊 他就好像是自己受伤一样 所以呢 其心痛切不能治安啊 就是 我们看到世间的父母啊 那个为孩子的心啊 哇 那个孩子有什么这种 啊 什么 病痛啊 那父母最焦急 是吧 哇 这个简直是 你看有的是半夜啊 如果孩子发烧啊 那半夜那个父母都要抱着 赶快去冲到医院急诊啊 他这样子 所以呢 我就是以这个孩子的心啊 来辟育 父母 那 这个时候是善才童子啊 用这个辟育啊 来辟育说 菩萨看到众生的这个苦啊 不忍的心 就好像是 父母看到 独生子身体受到伤害 这样的心一样 他的心呢 是非常的痛苦 然后非常的不安 所以呢 善才童子告诉 无忧得神说 菩萨摩佛萨 亦父如是啊 就是 大菩萨呢 他们也是这个样子 是怎么样呢 是见诸众生 以烦恼业 堕三恶去 受种种苦 心大忧恼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大菩萨呢 也跟 世间的父母 看到自己的独生子 受伤的痛苦一样 他是看到什么 看到一切众生 所以菩萨呢 是以一切众生为他的孩子一样 那我们世间的人是自己的孩子才是孩子 别人的孩子就不是自己的孩子 那心都不一样 那菩萨就不是 他是一切的众生都是他的孩子 所以他当看到 诸众生 一切的众生呢 都是贪生吃 所有的这一些的恶业 以贪生吃的烦恼为 他造业的这种因 而斗三恶去 多到地狱恶鬼畜生 那为什么不说天跟人呢 因为天跟人呢 至少呢 他是六道里面呢 是善道 那他的苦呢 是不是那么绝对性的 因为天跟人呢 天也还在享乐 那他的苦是因为 当他的享乐的这种抱 这种福报禁的时候 他才开始多了 那那个部分呢 就要靠修行 那众生三恶去的这种苦呢 如果没有去把它拔肚出来 他那个苦就没有 这么容易说自己可以看得到 因为三恶道的苦呢 几乎是被逼迫的 那我们人的苦啊 天的苦 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在 在善恶之间自己没有办法抉择 好像还有一个选择的这种机会 那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 他没有办法选择 他多到地狱的时候 就苦好几 几啊这样 那畜生的苦 他真的要有一个清醒的 这种观念都不容易 所以呢 特别用善恶去 来形容这种苦呢 是真的很苦 然后呢也真的需要 外在的这样子的这种解救 所以呢 当大菩萨看到这些 受苦的众生呢 他会心大忧恼 所以我们看这个句子呢 就要知道说 他这边是菩萨摩托亦富如是 亦富如是就是像刚刚的 这样的这个独自受苦的 这个父母一样 那他看到的诸众生以烦恼业 堕伤恶去受种种苦 而心大忧恼 是这样 所以心大忧恼的主持是大菩萨 是大菩萨会心大忧恼 那他所看到的是众生在受苦 那他的心就会忧恼 那还有呢 这些大菩萨呢 若见众生 起身与意三种善业 生天人去受身心乐 菩萨耳食 生大欢喜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有一个对照 就是说如果众生呢 是造恶业而多到善恶去呢 菩萨就会痛苦 那如果是众生呢 至少能够修善业 生口意善业的善业的时候 那有得到这样的福报功德力 那生到天或者是人去 而受身心乐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他能够生在六道的善道 天或人 那在天或人里面呢 他还可以受身心乐 那至少就是说 他做人的话 他一直都在做善事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一直受身心乐 那如果说做人他还在造恶 那他还不知道怎么样去行善 那这个时候他还是在苦 所以这个部分还有一个条件性 那生在天 生在人 他都还可以在行善得到身心乐 那么这个时候呢 菩萨呢 就生大欢喜 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知道 是善才童子 他告诉这位 无忧得神 他就说 你谢谢你这样子赞叹我 我也希望你所赞叹的呢 我真的都能够正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忍众生苦 他希望能够让众生都能够 没有贪生吃烦恶 恶劫 都能够不造恶业 对不对 然后他就辟育 为什么呢 如果大菩萨呢 他看到众生 他就是有烦恼啊 受苦啊 堕道伤恶道啊 那么他们就会难过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说 善才童子呢 他所发愿要修学的 就是大菩萨行 是这样 所以他下面说何以故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为什么大菩萨 看到众生受苦啊 他会难过痛苦 那看到众生得到乐 他就会高兴啊 他说菩萨不自为故 求一切智 菩萨呢 要求一切智啊 不为自己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如果我们要发 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我们要求一切法呢 不为自己而求 要为一切众生而求 是这样 要让我们有这种能力 能够利益众生 离苦得乐 要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而求这个法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每一次要求法 要修法的时候 我们都要想 我要求这个法 是要利益一切众生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 实际上呢 我们自己本身也可以去除 我们自己的这种 我执我见 消除很多我们自己的 这种贪真之烦恼 既然我们要去修学 这个法呢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那我们还要跟一切众生 来争执吗 是不是 就是我们如果有所证 有所得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都要去利益 我们现在的这一些冤亲在主 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善才童子呢 他就说 因为菩萨呢 不是自 不自为 这个地方呢 不自为故 那实际上也就是说 不为自己 故 他经文说 不自为故 那求 一切智 不自为 也就是说 不为自己 是这样 而求一切智 也就是佛智 那不贪生死 诸欲快乐 所以菩萨呢 不贪生死 诸欲快乐 为什么呢 这里用生死来批语这个欲 不贪求 会让我们堕落 有生死轮转的这种欲望的乐 所以这个欲是 生死来修饰诸欲 所以说 不是说不贪生死 不是这样 是说不贪生死 轮回的 诸欲的快乐 所以说 我们要求的快乐 是究竟的乐 是没有痛苦轮回 生死的乐 是这样 如果说 我们为了自己的贪生吃 而去求的快乐呢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有这种 造这种业 贪生吃的 这种恶业的成分 那这种乐本身呢 是会让我们再有 这种生死轮回的 是这样 因为这个里面我们 只是依照我们自己的这种 喜怒哀乐去 贪求的这个快乐 那这个快乐它有执着性 让我们呢 会想要呢 就是说 一直在去追求 然后让我们呢 就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心的这种清静 看不到我们心里能够看到诸法实相的智慧 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去 出离这样的痛苦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在这里啊 这一篇里面 第四十餐 第四十餐里面 前面这一段呢 就等于是先是这位无忧德神啊 赞叹善才童子 就表示善才童子呢 他已经这个境界很高了 然后现在呢 他又告诉这个无忧德神的这个内容 就表示说他的这种菩萨型的这种 自信心啊 信心呢 是非常的坚固了 而且呢 他要度化众生的这个心愿呢 他自己本身呢 也是趋于成熟的 所以他就等于是这样 他也在说法了 他就告诉这个无忧德神啊 所以要能够看到大菩萨 为什么就是不忍众生苦 而且呢 是要看到众生有这种生到善去 而且有身心快乐呢 他就欢喜 因为菩萨呢 不为自己而求佛的一切智 也不会贪求这种 有让我们轮回生死的这种诸欲 欲望的快乐 而且呢 菩萨呢 不随想导 就是没有颠倒想 不随想导 就是随着我们的心念 这个想呢 是我们的种种的心理的意念 妄想 而导 而颠倒 是这样 有时候这样的话 我们有时候要问问自己 我们有一些念头起来 不要相信 我们的心念啊 都是我们过去的习性 所以有这种想法 我们要观察一下 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哦 我是不是真的要照这样子来做 如果有这个念头 它不好的 我们就会开始紧张 我们开始会好像烦恼 那我们就不要随这个念头去做这种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有这种安定的这种程度的时候呢 我们就更看得到我们自己的心性 然后呢 看到的时候我们又能够把它安定下来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安定的能力呢 互相增长 我们又安定就更看得清楚自己 然后看得清楚 我们不随着我们的心念的颠倒而去 实行这一些不好的这一些行为 那我们的心又更加安定 那更加安定又更看得清楚 是这样 所以不随着想导 不随着我们众生的这一些的这种意念妄想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也等于是禅修的部分 我们看得到自己的念头了 对不对 所以四念处里面的说 这个深受心法 深念处 受念处 心念处 法念处 所以能够看到自己的心念就是法念处了 我们深念处先处习安定自己的心 然后呢 我们自己的心的感受我们都能够清楚 然后我们自己的念头 心的起伏都能够看得到 这些都是修行的内容 这是禅修的内容 而且呢 他不随想导 不随见导 我们的知见 知见就是我们的观念 我们过去的习性 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受的教育 我们可能受的一些训练 那些都不是一定的究竟解脱的方法 那如果说世间的人 他只知道打猎 那他看到鸟呢 他就想要去射啊 对不对 那现在他哪一天 他自己心里呢 开始呢 就是觉悟了 他说哎呀 这众生都是有这个佛性的啊 那众生都会痛啊 为什么只为了我自己的习性 就要去杀这些众生呢 那他自己觉悟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去随说 他以前都是习惯的这样的反应 那哪一天 他本来开始也放弃了 不去射这些众生啊 不去抓这些众生不伤害了 可是哪一天 突然的看到鸟 他随手又要拿那个枪起来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念头 这个不好 这以前的知见 以前的观念错误了 那一起来了 因为他已经有正确的知见了 那这个时候 错误的知见呢 他就不随这种见导 所以说不随想导 不随见导 不随心导 不随诸解导 不随随眠爱见利转 这个地方呢 就是把不随夹在前面 不随我们众生的这一些的妄想导啊 不随我们众生的知见导啊 不随我们众生的心性导 心呢 就是我们的这些 这种心性起伏啊 我们的这些恶心啊 那这一些不善的心导 那朱结也是烦恼 结就是烦恼的意思 因为烦恼呢 就是让我们的心呢 就是不开放 所以说有十历史 有十顿史 这个结 贪生吃烦恼呢 不容易去掉 就叫做顿 那立的呢 也就是说 我们有这种身见啊 我见啊 我们的这一些的 邪见啊 这一些 这些容易改 可以容易调整 只要我们听闻了 我们一 有正确的观念了 我们就改变了 可是贪生吃烦恼就不容易了 贪生吃烦恼呢 因为是我们的习性在那个里面 那只是说 这些都叫做朱结 那随眠呢 也是烦恼 随眠呢 如果说我们以贪生吃 为主要的烦恼 那其他的 像说火慢啊 懈怠啊 那称心 这些啊 随眠 就是细小的 微细的烦恼 叫随眠 因为它等于是 主要的贪生吃在那里 那这些小的烦恼呢 就随着主要的贪生吃的烦恼而转 那这些呢 也有爱 就是我质 就是爱 我们喜欢的就是爱 见 我们的知见 那它会有产生 这种力量 它会牵引我们 所以有的人呢 因为他就是想多了 他开始本来是想 然后想多的时候呢 就变成力量了 就一定要去实行 所以呢 是菩萨 他呢 就不会去求这种生死欲乐的快乐 也不会随着我们众生的颠倒 妄想而倒 也不会随着我们众生的知见而倒 这个倒呢 就等于是说 你完全自己都没有办法自我掌握了 没有办法自我做主的审判 分别判断说 这个对不对 就一个念头起来 你就随它去了 不是就倒了吗 那你的众生的知见 我们本来旧的习性 见解一起来 你就随着它去了 那这个也就倒了 所以我们学佛就是 那我们培养了一个 看待诸种的 事物诸法的正确的观念的时候 也就是要来修正我们自己的这些习性烦恼 那之后就不倒 不倒翁 就是众生就倒了 一下就倒了 也不随诸结 随眠爱见利转 所以前面是用倒 后面用转 一样的道理 转的时候就是被它带着走 而且呢 菩萨呢 不起众生种种乐想 亦不畏着诸禅定乐 那非有障碍 疲验退转 助于生死 那这个地方呢 全面都要用否定 就是菩萨呢 不起众生种种乐想 就是说菩萨在度化众生呢 他也不会说 那他就是执着众生了 他说那我要有众生我才会快乐 要有众生可度我才快乐 也不是这样 所以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是因为不忍众生苦 而要让众生离苦得乐 而没有起执着 那也不畏着 畏呢 也就是说他贪着这个味道 要诸禅定乐 就是菩萨呢 他有诸种的禅定三昧 可是呢 他不会去起这种 要就是担在这个禅定的境界里面 所以说有一个禅味 有没有 我们说啊 就得到这个禅的味道 就是啊 我们好像 哪一天我们就 从我们的这种 种种的妄想纷飞的这种心里面 我们好像 好像体会到说 心里能够安定一下多舒服啊 那就 自己常常要去回味那个境界 那那个就是味 可是菩萨呢 他有这样子的 深厚的禅定的境界 可是呢 他不会去贪着这个禅定境界 所以呢 他也非有障碍 非有疲验 非有退转 而且呢 他不助于生死 所以呢 菩萨呢 他就是勇猛精进 不怕各种的这些的障碍 而且呢 菩萨是淡见众生 于诸有中 聚受种种的无量的苦 而起大悲心 所以说 菩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要生大悲心 那他的大悲心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众生 在诸有中 这个有啊 我们说 这个世间基础的三种有 就是欲界 就是欲界的有 还有色界 色界的有 无色界 无色界的有 就是有所存在 那就是说 我们这个众生虽然有分 心性上面的这种安定的层次 就是欲望的这种深浅 欲界 就是完全就是欲望 那色界呢 他的欲望减低 他的欲望呢 就是能够用禅定的 把他 就是 把他 就是 降服一点 没有去除 那无色界呢 又就是在一个意识 的这种境界 那 在这个三有中啊 实际上都是活宅 对不对 所以 只要在三有 的这个三界之中啊 他都是有种种的苦 那还是有苦 没有完全解脱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菩萨 为了这些众生 起大悲心 而且呢 发大愿力啊 要去普射众生 是这样 所以就是 菩萨不贪着众生的 这一些的习气 可是菩萨要什么 要以大悲心为主 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 来培养我们的这个大悲心 所以 发安那多罗三远三菩提心 也就是要发 这个悲心 然后要先去除我们的这种贪生之烦恼 所以前面的部分 是我们要先面对的去除我们的贪生之烦恼的部分 那后面呢 就是积极的要我们也能够培养菩萨的真正能够看到众生苦 而起大悲心 而能够生大愿 立而普射受 是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介绍第四十参的这个世家娶婆女 我们还没有到这个世家娶婆女的这个部分 可是前面因为是无忧得神见到善才童子 那么赞叹他 善才童子就为此这个无忧得神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 他就是学习的这个菩萨形看到的这种境界 那我们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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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悟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且、护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取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果冻花课程 日期4月23日星期六正式上课 欢迎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当日原定共修课程暂停一次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灾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养体温 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方 4月30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 八关在界不生即慈悲失实 恭请战山法师主法 下午1点半佛学讲座 讲题鼎戴弥陀随缘复感 恭请天宽法师主讲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雪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法会 敬请佩戴口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